近几年地产界出现了烂尾延期交房降价的情况 业主也走上了维权的道路 就在昨天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某人置业殴打业主事件 就是一句话 恶心 太不像话了 咱们业主维权无非就是为了三件事 公平 公平 还是他妈的公平 希望各位开发商在面临问题的时候 能够积极地拿出一个别样的解决方案 给业主一个惊喜 那么问题来了 什么叫惊喜